韩总好,今天华联会推迟了一周举行这个团拜会 还是在2月8号,就元宵节这一天呢,还是如期举行了 那您能不能评价下华联会在这次抗击中国疫情的这种社区活动当中呢 做到了哪些的社区影响和贡献呢 这个今年说实在这个村节啊,非常不同寻常 我当时我记得挺清楚的,1月25号大年初一的时候 我还在几个社团新村团拜,其中就包括华联会 当时这个,我想大概有四五家团拜吧 当时走到最后第二家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电话 就说这个安省发现了加拿大的第一例这个疑似病例 所以从那以后啊,这个为了这个阻止这个疫情的这个 在加拿大的传播 也为了这个支援国内的这个,这个祖籍国吧 祖籍国在这个抗击疫情的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当地的许多这个社团呢 都纷纷的取消或推迟了这个新村的活动 当然这当中也包括华联会 所以首先呢,我要在这个地方借个机会 向这个所有的这个社团 他们在这段时间 为了支持祖籍国所做的这一切的努力 我要借这个机会对大家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那么华联会呢,在前段时间呢 捐钱捐物,组织社区上的各个同乡会 也包括各个的,还有社团商会 来进行了对中国疫情的一个支持 那么在之后呢,在这个中国疫情的这个发展 您看呢,我们华人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现在呢,这个疫情呢 从目前来看呢 这个,它是总的状况来说 是可控的 它这个是可防的 它这个病是可治的 但是呢,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大家也都很关心这个疫情的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继续这个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来这个防止这个疫情 所以从国家的层面 从中国来讲 这个,我们已经做了几方面的工作了 比如说第一方面 这个,我们建立了这个 这个联控的机制 习主席 习主席非常重视 这个召开了几次会议 然后李总理呢 这个,到这个武汉 去一线去指挥 我们有32个部委 联合 组成一个这个防控的机制 来这个有效的来防控这个疫情 这个,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是全民动员 我们这个 这个暂停了很多的活动 我们这个停止了一些交通 我们也这个推迟了放假 所以采取这些措施呢 就是要有效的这个防止疫情的 进入的蔓延 第三方面呢 这个中国是这个动员全国的力量 来支持呢 这个武汉 武汉支持湖北 因为那应该是这个疫情的中心 所以我们讲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所以可能你们在电视上也都看到了 很多的 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 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去支持 这个湖北支持武汉 还有许多的医疗物资都调配 所以我们集中力量 来阻击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 另外我们在全国的范围内 现在就是 这个让大家知道这个疫情的防御知识 大家都一块提高对这个疫情的认识 来从这个角度呢 从每一个人做起来防范这个疫情 所以呢 我们坚信吧 经过我们这个努力 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是吧 有我们这个 这么多年嘛 防控疫情的这些经验 实践经验 还是有我们这个 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 还有我们 社会主制度这个巨大优势 我们一定能够打赢这场防控疫情的组织战 是的 韩总 那么现在今天最后一天 是我们过节的元宵节 为我们大家送上新春祝福吧 好 来借这个机会吧 这是给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这个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事事如意 好 谢谢韩总 谢谢你